96岁老僧严厉警告,子女送老人去养老院,犯下88众业障。这些果报一辈子都还不完,无数子女看完就后悔了。 听佛,最近在网上看到一位102岁老人的经历,忍不住心酸,故事是这样的。这位老人名叫高宰,在2017年的时候,被子女送往养老院。 去养老院的时候,她身体耳不聋,眼不花,还能够自己走路,生活可以自理。 她并不想去养老院,因为她有三个儿女都已经成家,原来她是在三个孩子家里轮着住,后来大儿媳身体不好,没办法照顾她。 小儿媳就开始推脱,说自己也身体不好,她一直在小,女儿家住了一年多,两个儿子也不来接,兄妹三人还因为照顾母亲的事情生气,商量后,都一致同意把她送到养老院。 刚开始,她不愿意,觉得这是一件很丢人的事情,那些去养老院的人,都是没有儿女的,自己有三个儿女,落到没有人赡养,也很可悲。 小女儿劝她,就算去养老院,我们也是你的孩子,会经常去看望你的。 高崽这才同意,去养老院,到了养老院,刚开始被照顾的还可以,就是不如家里自在,吃饭和睡觉都有人管。 树,高崽大多数时候,都在自己屋子的门口晒太阳。 住了一年多,高崽身体变得虚弱,但还能自己吃饭,医生说身体状况还不错,再活十年,八年没问题。 高寿的她,还是养老院的一张名片,院长跟她打招呼,说如果有人来参观,请。 她多说几句好话,一般情况下,高崽也很配合。 她住在一个双人间,另一位老人的床空着,高崽自己也想不到,有一天会下不来床。 养老院来了一个新护工,晚上睡觉前,会用树袋将老人绑住。 高崽自然不愿意,她感觉受到约束,录像画面中,她自己用手解开了树袋,花了半小时。 刚睡下一会儿,护工来了,看到树袋开了,又把树袋固定上,高崽试图跟她说着神妖,但护工不理她,两人就在拉拉扯扯中,把树袋又绑上了。 那晚,老人没有再翻过身,一直到早上,都保持左侧睡的姿势,第二天一早,护工发现,她已经离世了。 于是,他们给老人的儿女打电话,说老人走得很平静。 刚开始,儿女还感觉,因为毕竟母亲已经102岁,属于喜丧。 他们想知道,母亲离世的准确时间,养老院说不出来,就在儿女的要求下调监控,这才发,陷老人遭遇的痛苦。 儿女不愿意了,要求养老院负责,可在吵闹,老人已经听不见了。 其实,将父母送进养老院是在消耗自己的福报,为神妖呢? 我曾经参加一个佛教交流会,其中就谈论过这个问题。 当时在答疑环节中,一位女士咨询,高僧,我妈身体不好,但是自理能力还是有的。 我平时工作比较忙,时间比较少,既要照顾孩子,又要照顾我爸,其他,兄弟姐妹都不管。 我想把我妈送个条件比较好的养老院,行吗? 高僧说,你想让你的家过得好吗? 你想让你的孩子好吗? 女士答,想。 当然很想。 如果你想让你的孩子好,让你的家过得好,兄弟姐妹谁不管你妈妈,你都不要计较,不要有。 怨言,你一个人管,如果你能这样做的话,我负责地告诉你,他们家的福报都会跑到你家来,的。 你们兄弟几个不就这一个爸一个妈吗? 这是你们家摇钱树的老哥儿,谁教谁忘,谁教谁好。 如果你不但能把你爸妈照顾好,还能把你的公婆照顾好,你的孩子肯定聪明伶俐又省心,你的孩子还个个都是闲笑。 子孙,尤其当着你儿女的面,轻言细语对待老人,好吃好喝地供养他们。 每天做好饭菜,你,告诉孩子,你不能先吃,先给爷爷奶奶吃,先给姥姥姥爷吃。 你想想看,今天的老人就是明,天的你。 等到你老了,你的孩子也会说,让爸妈先吃,是不是? 现在好多人迷惑呀。 去外面,找老师教孩子,去哪儿找呢? 真正的好老师是自己的言传身教。 请看,请看.